针对日前安乐区发生的女子被骚扰并被打伤的治安事件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透过内部不断的开会凝聚共事 目前已经规划出一个可行性的措施 来加强改善治安死角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苦想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个李林的社区监视系统 及夜间感应照明设备的一个补助案 我们从今天开始 早上我邀了七区大部分的区长跟民政系统来一起开会 早上渊祥处长因为在被询 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们这几天都在跟警察局紧密的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宣布我们在李林的建设经费 以及一小部分预备金的部分 我们目前拟定了初步一千两百万的补助计划 直接补助给李林长来申请作为社区监视系统的使用 但我们也不希望是李林长一个人就决定要放置在哪里 所以这一阵子民政系统包括区长包括李干事 会辅导各里召开李林长会议 希望再有共识的一个前提 把社区应该要有的一些需要设置监视器的地点 把它提出来 所以这个心情反映到现在 特别到前几天这个女孩子被强迫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基隆市应该创造更为治安良好 然后家园干净的城市 民政系统能够再一次的在疫情之后动起来 让我们的区里林透过会议做成决议 来一起做这个治标的动作 帮助我们基隆市在这段时间 警察局尚未建制好完善的监视系统之前 共同来努力 我们能够挤出来第一阶段 可是就是看这个每一个镜头的单价 因为这个警方的那种 他们是拥有辨识车牌的功能 等等一些细部的一些 更多AI跟人工智慧的功能 我们这个就是个镜头 但是它其实相对的对于摄像的功能 它基本上是拥有的 甚至拥有也有一些也代表了 一些它的一些声音上面的 一些录音的功能 所以它还是有功能 只是它功能不如警方在建制 这治安级的来得好 但是它现阶段是我们能够现在提出 相对之下比较好的方案 因为就像我讲的 警方的建制要长达五年 而且还是在近月开始 四月份开始 才开始建制它112年的一个设备 大家都可以看到 要建制到115年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他相当重视这个治安事件 希望用最积极的态度来进行改善 加强区里项弄的监视器 减少治安死角 快速打击犯罪 让基隆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